昨晚就是单日都收复了三百多点的失地 那你怎么看 究竟是不是市场已经开始逐步是消化 对联储局这个大幅收紧货币政策的担忧呢 其实我只觉得 讲一句美股当然叫做过去几晚 都真的受着这个加息 大家觉得可能又再加快 或者再轻一点的因素都跌了好几晚了 那但是整体的势 其实我只觉得又未算是太过负面的 因为其实实际来说 讲一句金钻就说突然间变英了 又说未来更加50点之余 可能5月份的缩点最多 就是上限慢慢到950亿美金 但昨晚布拉德也是更加英的一说法 但是其实本身大家都有一定的预期 因为其实本身3月份那一转加了25点 其实大家都觉得没用的浪费了 所以看的都是看着5月份 那变成其实过去无论从议息会议 结果 我可以出来说去到最近的会计记录也好 其实5月份加50点这个因素 其实已经不是说太意外了 那这个我想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念在 那而二来其实同步走完缩表 由上一次议息会议都说了会做 只不过当时就未知过压到多少 那变成现在又出来了 那变成我想其实实际慢慢开始 反而是扫除了一些不平的行业 那还有其实储局 说真的我觉得是会玩的 就是其实所谓会玩的地方 就是很厉害管理市场的预期 那变成你有现在说真的去到5月份 那变成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那变成你这么早已经转得这么快的 那其实给了心理准备大家 那所以我觉得叫做个美股 你说消化了两三万这些因素之后呢 其实就我觉得再对这个消息 不会说特别淡的了 就是不会说特别利淡 因为说真的 我想现在都说到这么硬了 就是还有些什么的转变呢 要不要再硬一点 我想就都挺难的 就是可能都要过5月份那一转之后 可能去到再focus之后 比如6月打后 那些再硬一点就有这样的机会了 就是起码是这段时间到5月份 这次加息来说呢 我觉得再有很大的变化呢 特别是英那边的变化呢 应该就有机会不大 那所以对美股来计呢 我觉得就不算说太负面的影响了